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路口变成了广场 其实这片地区并不重要 它们的失职更像是这张巨大的城市交通网中 可以被略取的细节 毕竟两个月过去了 还没有出现这个法外十字路口的纠错源 似乎城市在延伸到这个区域时产生了裂痕 那些被文明拒绝过的内容在这里破土 因为同样的无用和廉价 处于流放中的地区 为这一切提供了庇护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但大厦 车流 花园 所有这里还没资格拥有的东西 又被用制服印刷的木墙提前展示着 作为一种简易的占领 又或是图像的预言 无声的充当 只是引力人作用于这里的证据 在文明永恒的爆炸中 这些裂痕只是可大可小的待解决事项 在无足轻重时 被云石与规则的空白存在 又在某些必要的时刻被填满 而当裂痕足够大时 能够生长的 就不再仅仅是混乱无序的边角料 在这个夹缝中 是一片草原 散落着还未被集中编排的人类生活 草原上的移动 不需要柏油或砖石 因为过于平坦 可选择的路线 就像这里的任何一条河一样 随机且灵活 西书的居所与主干道保持着距离 他们在线性的规划中成为了匿名者 借持续移动的状态 从固定的秩序里隐身 但文明不曾放弃过对这里的游说 他们交替着在无言的草场画圈 用自己的语言为其命名 不述历史的迁徙者们被聚集 他们沉默的空隙 被文明的宣讲堵塞 俄语中文 全力的符号 在广告牌和路标上 持续增值着 任何伟大的城市都容不下远处的声音 所有的大陆都将通向罗马 所有的起点也将成为罗马 只可能在梦中 路还在蜿蜒 像那里的每一条河一样 随即风肆意蔓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